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此道你不道 看来我这外甥是看不起咱们唐家呀 家主 这小子实在是太嚣张了 让我去教训教训他 不用 婚礼在六月份 到时候直接将人绑来就行 牺牲一个楚义 换来陈氏集团的合作 唐家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这事儿 需要指挥妹妹一声吗 无必 依你妹妹的性子 一定会反对用她儿子联姻 你看着办就好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灵脉的事 乔木群岛那条灵脉进展如何 我已派人查过 是条有主的灵化 有主又如何 咱们祖上传下来的灵脉已经濒临枯竭 这条 我们一定要得到 是 我已经安排下去了 一个月内 一定拿下灵脉 喂 侍儿 你终于接电话了 我这出大事了 又怎么了 火德大小姐 我爸竟然一声不吭就给我应下了一门亲事 哦 对方是什么身份 别提了 是唐家的不孝女唐婉佩 在外面生下的四生子 我爸真是猪油萌心了 你先别激动 陈伯父这么做也是为了笼落唐家 可是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是那个高干子弟李林浩吗 就是他 可爸爸安排我过两天跟那个叫楚奕的见面 到时候我一定要想办法搞砸 你说什么 楚奕 你说的唐家四生子叫楚奕 是啊 怎么了 你认识 那我建议你老老实实跟他订婚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要眼睁睁看我进火坑 他可不是火坑 反而是你平时根本配不上的男人 如果我是你 一定会抓住这次机会 你在胡说什么 我一定不会嫁给楚奕的 这丫头真是愚不可及 能嫁给楚先生是你的福气 这事儿我还是先跟洛洛通个气吧 喂 超红兄 一大早的什么事儿啊 楚大师 因为您之前执教成绩优异 云厅阁想请您担任精英组的专职教官 好啊 另外还有一批待考核的新学员 也想请您把把关 没问题 有话儿见 云厅阁每年会从学院中选出三名 加入更高级的精英组 获得的资源比普通成员多得多 收拾加薪的好事儿可不能错过 哎 听说了嘛 这次入门考核是精英组教官亲自到场 好紧张啊 喂 胖子 我看您也进不了云厅阁 不如直接回家吧 来都来了 能见上精英组教官一面也算不需死刑啊 快看 唐家绍也来了 好帅啊 哇 不愧是十家子丁 唐少 您也来参加云厅阁入门考核啊 你以为唐少需要跟你一样层层选拔啊 他是特殊人才 肯定是保送的 低调低调 我跟大家一样也是普通人 没什么特选 哇 唐少好亲民 这些就是待考核的新人吗 看来我这小城还是有点慢了呀 嗯 那家伙 我也熟啊 他就是爷爷和父亲耿耿于怀的唐家野种 楚义 莫非他也想加入云厅阁 唐少 您怎么了 有了 楚义 今天遇上我算你倒霉 到京一叫 入门考核马上开始 刘志导 你好你好 你是 我是唐其中 上次家父举办家宴 咱们见过 哦 是唐少啊 失敬失敬 我这儿有个小事 需要您帮个忙 哦 看到那个人了吗 他跟我有些私人恩怨 还请你帮个小忙 取消他的参赛资格 哈哈哈哈 好说好说 唐家人的面子还是要给的 有事吗 哦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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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